警方于昨晚8点左右接获举报电话 称加勒比狂欢节大游行路线的Lakeshire Boulevard West发生了纠纷 安省特别调查组今天表示 枪击是在警方介入后发生的 但警方尚未透露详情 也不愿就此置评 一共有三人受了枪伤 其中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中枪后伤重不治 一名22岁女子伤势严重 已经在医院接受了手术 另一人上市较轻 目前共有9名调查员正在调查枪击案发生的详细过程 加勒比狂欢节组织方对此惨剧的发生表示震惊和悲痛 但指出大游行在昨晚6点半就已经结束 枪击案发生的时候 多数加勒比狂欢节的工作人员已经离开 早在2005年就有一名21岁的男子 在加勒比狂欢节有关的活动中遭枪击致死